不是要吃蔥 因為肉蔥 當然很多鄉親會吃蔥 不過這個蔥 如果吃到一個桌 對我們的身體有造型一定負擔 營養師就說 一顆肉蔥的熱量 平均是四百到六百大腳不定 因為這很多油加上滋味的造型 消化不良 所以我們建議鄉親 一天最多 最多你吃一顆就好 要搭配這個蔥菜 水果和蛋白 一百類要做平行的吃蔥 當然要提前我們有油脂品的反駕 你必須吃這個五角的米蔥 包括這個土豆粉 這種孤零的實材 你如果吃這個東西 會去上到油脂 比較少的纖維 它是比較不均衡的 青菜大概是一次一個拳頭的大小 這個量的話呢 青菜裡面的纖維 就可以幫助我們的消化 讓它這個在胃裡停留比較久 然後另外也可以幫助血糖的穩定 對於三餐 孤零餅 湯漏杯 孤零餅 孤零餅和幼稚餅的米蔥 營養室也建議 因為減少的餅 都比較油 比較多鹽 而且也有更多肉吃 除了吃比較少的 也建議減少用溫料 減少身體負擔 尤其是幼稚餅的米蔥要 豬免吃五個餅和土豆腐 建議民眾一天最多吃一顆 不可以吃太多 對